在你看谁来了的节目设置中 大来宾决定与任意一扇门背后的嘉宾见面时 栏目组将允许大来宾向其选择的嘉宾 提出五个有效问题 而这位嘉宾此时只能以文字形式 将真实答案呈现于房门屏幕之上 随后大来宾则需通过房门上答案 来判断房间内嘉宾身份 若判断正确则请出嘉宾 并进入下一环节 若判断失误 大来宾将接受惩罚 我估计他猜不到 他交代给我一定要秘密 我今天也是为了他开车开到北京 请问你希望先见到哪一个房间的嘉宾 二 二号 我就二一回了 好 请问第一个问题 你是谁 不能这么问 你还不如问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内蒙古的吗 是 你是歌手吗 你是歌手吗 我发现私情确实聪明 就即使这样他也猜不对 你放心吧 真的 你妈呀 你看他不回答 快说 是 是 过 这是谁呢这是 第三个问题 对 性别其实还是应该搞清楚一下 你个儿很高吗 好 第三个问题 超过一米八了 个子不高 个子不高啊 个子 哦 第四个问题 你会说蒙语吗 非常会说 非常会说 哎呀 非常会说呀 还有第五个问题 你是不是八零后 你是不是八零后 啊不是 哎呀这谁呢 谁呢 我想想这些好问题 你要能猜出来 我这一辈子 你让我干啥 我就干啥 真的呀 现在请告诉我 你的答案是 哎呀 不许就是虎思愣吧 虎思愣是吧 我基本确认 到底一定会让大家 非常的惊喜 二号房间 是谁 为私情隔日乐而来 专程而来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请打开 二号房间 答错了 刚收欢迎 女中英歌唱家 德德玛老师 我的天哪 慢点 慢点 是德玛老师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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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德德玛著名女中英歌唱家 1978年 以一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在歌唱界引起了极大关注 自此 她美妙的歌声 已伴随我们走过四十多年 那么她与思琴隔日乐 又有着怎样奇妙的缘分呢 没想到吧 我太没想到了 真的 德德玛老师好 你好 王芳 您好 非常喜欢您 谢谢您 来来来这边啊 这个德德玛老师好啊 我的偶像啊 终于见到您了 我的偶像啊 我的偶像啊 等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